杨教授 各位同学我们第三次见面 今天会跟大家谈一个比较具体的 同时也可以帮助诸位做人生的观察 包括生命的观察的一个佛教很重要的课题 那就是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呢 佛教的核心思想是因缘观 因缘观的概念是这样子的 是说什么事情万事万物 从心灵的一直到物质的 它都不是被创造无中生有的 包括你的生命或你的想法 它都是被前一个或者前几个 或者是说周边的存在的一些因 因跟缘所组合成的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我们不可能没有稻子的种子 然后我们在平地上 或者在平地上看到一颗稻子 那即便是我们有稻子的种子 我们也不可能在大理石头上面 看到这个种子呢 它突然间发芽 然后长出一颗稻子 第一个例子是指 如果你没有种 没有那个因种 那个因种的话 你没有因种的话呢 是不会成就这个果 不会成就这个果 不会 但是呢即便有因种 如果第二个例子是 如果它放错位置了 它是放在大理石上面 那么有因种 它也不能够成为果 成为这个果 那叫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因所需要的缘 缘成 它缺了 所以我们在传统当中 常常听到因缘因缘 有没有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这是你的生活经验中 其实都存在的 都存在的 有因有缘才能成果 光这两个字 可以解释你的人生 很多部分 比如说 我这次这么用功读书 那隔壁的 我刚刚才看到我同学 他一眼就把我看出来了 所以和尚不能做坏事 三十多年来 我好像都没变 他第一眼就看出了 我叫什么名字 那我当然也认出他是谁 因为人生 因缘很难说 大一的时候 第一个跟他打架的就是他 那所以大家认得很熟 好朋友 他还在 应该是副教授了 好 因 我这么努力用功 怎么会考这么差 努力用功是你能掌握的因 很明显的 但是你忘记了 还有缘 还有缘 什么 教授怎么出题 你不知道 对吧 所以你用功不可能把所有教授可能出的 或教授可能考你的 或者搞不好他 要超出他教学范围之外 考你的那一部分 你能掌握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 有因 缺缘 不能预期得到你要的果 不能得到你预期要的果 对不对 好 这是你的努力 未来你的人生当中 努力赚钱 努力做生意 努力跑客户 或者努力做研究 很多人 要读研究所的时候 要把教授交代的一个研究 研究的目标 要把它做出来 我认识一位居士的女儿 她在台大 深化 做深化的研究 现在已经到美国去读了 那她是硕士之后 在她继续做研究 她的学妹进来 什么都不会 跟她交交交交这样弄 她就是办弄不弄的这样子 也算用心 但好像又不太用心 然后呢 一年十个月搞出来 她呢 做了两年多 还是没做出来 但她的方法公认是最正确 也最OK的 但就是没做出来 教授可能希望她做出来那个方向 没有 缺乏缘 我们常常呢 是因揽于建立 缘没办法把握 所以人生总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 但是又有一些人呢 因努力了 缘忽略了 她疏空堕堕 总是觉得怀财不欲 那么有人呢 是阴蛮薄弱 缘可挺好 有没有 比如说 交男女朋友 哇 你周边的同学都一直打鞭鼓 还帮你想啊 怎么样弄啊 怎么约会啊 出去怎么穿啊 怎么弄 这缘倒是不错 没人来挡你 对不起 她就是看你不上眼 也是不行 就是因为这样子 这世间要成就一个你的想法 你的作为的时候 一定是因因缘缘的各种样 更何况 单因不成果 单缘不成事 怎么讲呢 来 我们再做个比喻 单因不成果 是这样讲的 如果 你有一颗稻子的种子 这算单因 你能不能保证 它一定长出稻子呢 不行 第一 我们知道刚刚有缘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那么比如说这样讲好了 缘是什么 适当的泥土 水分 还有阳光 而且要有适当的温度 甚至于在某个意义上叫节气 OK 我们都可以称这叫做缘 可是有因是什么呢 叫做禁缘 比如说 那个种子本身是健康的 这个就是因 这个是很禁的缘 它不是从外界来的 它是由这个因本身自己要决定 那个种子的外境 不好的种 它一样难以成就 好了 像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因缘两者之间 其实有时候界线没有那么明显 不过很明显的一个事情就是 因常常是主观的 你能掌握的部分 缘常常是客观你难以操纵的部分 你比如说 你跟外 将来你如果做贸易生意 有盐做贸易生意 或者 你在学校里做任何科学研究 那你要买个什么材料 买个什么材料 马上就跟原有关 什么原 国际货币浮动有关 所以你申请的经费 到底能买多少的东西 就马上跟外在的 你申请多少经费 是你的因呢 对不对 但是能买多少原料 那就不一定了 OK 所以 原 确实在你的人生当中 不是那么容易掌握 所以佛教有一句话 注意听 未曾佛道 先结人缘 有这么一句很重要的话 再来 结人缘 这个观念要有 这个观念要有 结人缘 然后还有一个观念 尘是再缘不再能 尘是再缘 是再缘 不再能 不再能 能是什么 好奇怪 能是什么 能看起来是因 那怎么会是再缘呢 重点在这里 重点在于 骨掌难鸣 要真正成就一个是 如果是你自己 这样好了 你自己要玩一个一人玩的game 那没话讲 那不再缘了 那再能了 因为你是要玩一个人的game 跟别人没关 哪怕你要玩三人四人以上连线的game 那就跟别人有关了 对不对 我们讲的事是指的 一件蛮大的事 不是你个人的完成的事 他这里讲的话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一个学校 一个公司 或者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要OK 你跟你太太 或你跟你老婆 你跟你先生 然后跟你儿女 这些都要在缘当 大家要好缘 家庭之事才能美满 这都不是因为你很能 你带兵 你带兵可以带一连的兵 可以带得很乖 你回到家里 两个小矛头你都不一定带得动 一个女人 一个太太 一个丈夫 你都不一定带得动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跟你的是缘重于能 他跟你是因缘结来的 不是因能来的 不是因为你能赚钱 所以你能生这个小孩 也不是因为你能赚钱 所以你能娶这个女人做老婆 或嫁这个男人做老公 不是 是因为你跟他有缘 所以既然是跟他有缘 你不能用能力 你听我就对了 你女人懂什么 你听我就对了 我告诉你 你不可能跟你太太这样讲话 为什么 要靠的是缘 对不对 所以说在人生 我们就不谈佛教好了 我们就谈你的经验好了 其实因缘变一切处 谁都逃不过 谁也不可能无视于他 即便是基督教徒 回教徒 道教徒 或儒家都一样 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等一下再举 我们就说 从这个因缘 再来往前推 推一件事情 那就是说 如果因缘 它在你的经验中是存在的 那么它可以运用在什么地方 请问 你的人生可不可以运用 我们再来想一件事情 因缘它发生在什么地方 发生在什么状况 发生在什么空间 在佛教的看法里头 它跟物理学的看法很接近 物理学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 当时 这个物理学 基本上是传统物理 它不是相对 相对论之下的 所谓的 某个意义上叫高能高速 或者聚观的那个物理 不一定这样 我们知道 物理学在传统的物理学当中 今天的建筑 乃至于飞弹的使用 或者即便是你电脑当中的 某一些元件 它都还在 可以运用传统物理学做修正 之后所得的结果 跟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结合的结果 算出来 其实差不多 以人类的尺度 运用的尺度来看是差不多的 那么这样讲起来 当然我们承认 有更高一点的物理学原理 不过有一个最基础的物理学原理是什么 就是说 那是牛顿当年 牛顿基本上是一个神学士 然后他当年他做了两个基本假定 第一个假定就是说 空间的性质 各处是一样的 空间的性质各处是一样的 时间是一条瀑流 只能往前进不往后退 它每个地区的尺度也是一样的 我解释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文周周的 我解释一下 空间的性质是一样的 意味着在这里如果一公斤的东西掉下去 掉在地球上的这个空间 你在美国用一公斤掉下去 所产生的反应 地上的那个骷髅洞 基本是一样大 因为那个重量的撞击 重量一样 撞击的高度一样 那么这个空间距离一样 效果是一样 那么简单讲是这样 OK 那时间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在美国等待我一个小时 等于我在台湾这一边的一个小时 我们两个人的手表上走的指针 距离是一样 如果我们两个手表是正确的 那这样的话 时间尺度是一致的 这个是你我经验中 本来就这样 对不对 虽然相对论告诉你说 不是这样 那你又再说了 我也常常 我讲课的时候常常谈到这个事情 不过我们先说这件事 这件事情使得物理学 这两个基本假设 这是两个基本的假设 它没有验证过 在物理学上来讲 它是没验证过的 但是这两个基本假设 符合人类的经验 同时也符合在牛顿传统力学里头的经验 因此 这个经验就推论成一个事实 那就是 在这个空间当中 所验证正确的物理学原理 在另外一个空间跟时间当中 也是成立的 它就推论成这样 这观念很重要 也就是说物理学所发生的事情 无非是空间跟时间的计算 这效果 包括重量 重量其实是空间跟时间的效果 空间跟时间某一个意义上的效果 比如说你去推它 推它的时候 用多少力去推它 它才能变动多少的距离 在某个单位时间之内 这叫做加速度 是不是空间跟时间的计算法 所以说 利的计算 就算出了它的物质 是不是这样子 F等于MA 对不对 那这样因此 物质的重量 其实也是时间跟空间换算出来的 这两个基本常数换算出来 OK 我不再跟大家讲物理学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事实 就是说 你有了这两个基本假设之后 所有物理学的理论被推论出来 都可以完成一个推论 那就是 在这里所建立的物理学理论 在别的地方 在别的空间 当然是指地球上的别的空间 也存在 OK 我为什么讲这个意思 我是说 因缘也是这样 在你的生命空间里头 它存在的因缘关系 比如这样讲 一颗稻子在什么季节 时间 什么泥土上 地点 空间 经由多少时间跟温度的酝酿 这也是时间空间的计算 然后呢 温度 温度不就是水银跑的空间吗 那就是温度 对不对 OK 然后这样之后呢 它就会 包括时间 季节 季节是什么 季节是地球跟太阳的相对位置 对不对 那所以说我们就算得出来 我们就算得出来说 都还是空间跟时间的关系 然后 道指就发芽了 对不对 看到没有 这个事情 当我把它记录下来 留在一百年之后 基本上呢 还是成立的 因缘的关系还是这样 注意 他在不同的空间跟时间之下 因缘彼此的关系还是这样 然后再来 自古以来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 快至人口 梁三伯驻英台 亦父如是 这时间跟空间距离好久 那可能发生在中国早年的 古代的某个城镇 在现在的台湾 仍然被传送着这样的故事 注意看到没有 人的因缘关系 也穿透了时间跟空间 他仍然存在 什么叫存在 伟大的爱情 爱与被爱的挣扎跟完成 他一直透过时间跟空间 在感动着每一代 每一代 每一代的你我 有没有注意到 所以物理学上面客观的逻辑 跟心理学人性上面的一个存在的互相关系 他都穿透的时间跟空间 一直有效的 这也就是证明了 因缘关 在佛教佛陀当年他证悟的观念之下 他是看到的 因缘关是宇宙的真理 我就是要做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当然 你可以再去反驳 没有关系 试着去反驳看看没有关系 不过佛陀不是像我这样 坐在这里用推论 他是在禅定当中 直接观察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道理 今天要讲 十二套因缘 他发现了 这十二套因缘 促成了人 物 万事万物的存在以及变化 那是他的观察 也同时是在禅定当中 很深很深的思维 那么这里头主要解释了 主要解释了生命的流转的样子 也就是说 生命的存在是有因 有缘 但是这个因 又为前一个因的结果 所以因缘果 它是三位轮回的 它是这样子 看起来是这样 因 然后呢 透过圆 然后呢 有了一个果 其实这个果呢 这个果同时又是下一个果的因 果中具有因相 那么这个因呢 不停止的又会因为一个缘 然后形成下一个果 那果呢 还是因缘几个缘 所以因缘果 因缘果 它是不停止的这样轮回 所以这就是佛教 你接着会常听到轮回观 是这样来的 所以在这里头 没有上帝的手可以伸进来 我无意批评上帝 我是说 就他对人生 跟宇宙万物的观察 他发现这里头不需要有上帝 上帝 reset 掉 就可以了 那么他在旁边 你在这件事情上面 人的生命自我完成 好 我们就要讲一件事 人的生命怎么会自我完成 是因为人有自我 有自我感 有自我感 对不对 什么叫自我感 就是能够区别自己跟他人的界限 并且为我的存在呢 做一切的奋斗 并且也理解我自己的感觉 而不能理解 不一定能完全理解别人的感觉 可以模拟 可以对应 但是真正清楚自己感觉的 只有对自己 所以这叫自我感 这种自我感呢 使得每一个人呢 在某个意义上 是为这个自我服务的 那么这个自我服务的想法 动机 佛教有个比较 比较专有的名词 叫做我执 自我执着 那么简单讲就叫我执 这是我执 这种我执的观念呢 是你的一切生命的因 为什么 一块面包 如果我没吃到 我就肚子饿 对不起 虽然你也想吃 但是呢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我先拿到我吃了 这个世界上呢 股票的钱 就是在这世界上游移着 等一下这里便宜 外汇便宜弄到那里去 等一下这个 iPhone 5 iPhone 20出来了 很多人在排队 这个会赚 只要跟这家公司有关的股票 它钱又会进去 等一下过了什么时候呢 他的负责人死了 这个大家就浮动 觉得没有未来 股票又抽出来 钱又跑出来 你有没有注意到 那些钱其实只是工具 他在咬更多的钱 咬给谁 咬给每一个想要钱的人 他并不是咬来帮助人 做善事用的 他没有 这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在运作的 他是依我知在运作 这里头上帝也插不上手 因为每一个人忙着为自己干活 这就叫做我执 我执 我执是十二因缘的开始 我执是十二因缘的开始 我执有另外一个名字 因为自我执着 所以你不了解 你不了解 这因缘的本身是没有我的 因为你没有了智慧 那么因此呢 因为我执而有这个 因为我执 因为我执 而开始产生了这个东西 无名 因为无名 你会为自我做一切 或好的 或一般人可接受 或一般人不能接受 或法律上可接受 或法律上不能接受 或者介于法律上可接受跟不可接受 之间的模糊作为 比如说 你很可能劈腿 因为什么 因为我执啊 那个 人家那个女生 对你付出三年的青春 不过后来你发现 你不是真正爱她 那你为了 你为了对自己诚实 只好对她说抱歉 没有任何理由 只是爱情跑掉了 你也无法转身 这样事情 伤害了别人 可是不能说你犯罪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就是为自己 没办法 因为你会这样说 也会有人告诉你 更会有婚姻专家告诉你 你不能勉强 那是你要过一辈子的事 所以放手吧 那你就只好 虽然你也很难堪 但是呢 只好发给人家好人卡一张 没有办法 对不对 这件事情 它是法律内的 可是 是人性当中 具有一定程度伤害 对吧 所以 我执 其实 他在某个程度上 是自私的 他是为自己的 所以我刚刚讲说 人不为己 天诸地面 是这样 这是一切生命的开始 你相信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有了我之 所以你呢 不了解 为他人 不了解生命 这个因缘相 本身是无我的 他不了解 所以无你 所谓的十二因缘呢 杨教授跟你们讲过 十二因缘呢 就是由这里做开始 因为无名 所以你内心里呢 有欲动 有欲动 就是推动你某一种行为 这叫做行 所以无名 原行 这个行为 行 进行之后呢 你对它有所解读 有所领受 也有所感觉 这样子的感觉呢 形成了你内在的经验 这叫做是 所以因为无名 而有行 所以无名原行 叫原 原就是发生了 这里头原是发生 无名发生了行 那么行之后呢 你就对这样一切行为 有了责任感跟有了经验 有了记忆 这叫做是 没关系 要来了就让他们发 无名原行 行原事 有了是之后啊 就有了什么 有了想法的记忆 跟什么呢 跟身体的存在概念 或者这样讲好了啦 或者这样讲好了 或者这样讲好了 明跟色 这是专有名词 但是跟你解释一下 你马上懂 色就是物质 物质啦 它用一个色字来表达 那么明呢 就是精神面的 精神面的 叫做明 明就是说有概念 古人呢 用明这个字就叫做概念 精神上的概念 你看 你做了些什么事 之后 一定留下痕迹 这是色 一定在心中留下印象 这是明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这样子啊 就是所谓的 因为你自我感很重 所以为自己 有点自私的 为自己做任何事 那么这样的事情呢 可能利益大众 也可能 只是自私而已 然后呢 这些行为 这些行为呢 形成了什么呢 形成了 你认知 你的认知 这些认知 同时推动着你 你有什么 你有物质上的结果 跟精神上面的记忆 好 这叫明色 那明色之后呢 六路 六路是什么 六 是指的眼耳鼻舌生意 眼耳鼻舌生 是你感触外界的方法 对不对 跟手段 或者叫做管道 眼睛看 你意味着 有种种的存在 OK 然后这叫六路 所以六种感觉进入 因为你有了明跟色 有了物质的身体 跟精神层面的感觉 无论是你精神 或者你来投胎 你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把它讲成投胎 来我们来讲 五米 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有自我爱 但你不知道 这自我爱是不可取的 为什么 因为它终究是自私 让你自己会痛苦 所以你呢 就会有什么 有种种的行为 这个行为有一个 更重要的行为 就是找寻下一次生命的存在 我们讲三四十二因缘 是从这个角度讲 那从一念十二因缘的话 就不是 是你有一个念头 那么呢 这个念头 产生了某一种行为的欲望 欲动 这个欲动 这个欲动呢 使得你对这样子欲动 有了一定程度的解释 跟认知 认知 这个认知 形成了很强大的推动力 形成了物质上面的推动 身心上 身的推动跟心的推动 也可以这样解释 这身的推动 促成你呢 去了解外界 该为着你刚刚那个目的 该怎么做 你比如说很简单喔 我要看电影 我要看电影 不要讲说它是无名 就是你的念头 你我执的念头 我想看 那我想看的时候呢 我就产生了 没关系 就送进来 产生了一个行为上面的动机 这个动机呢 我想看 我就去解释说 我到底是网路上买呢 还是怎么样买 我这意识上我就分别 分别完了之后我就开始 我在网路上买 我也就坐在电脑前面 这是设计 并且很用心的去怎么样 很用心的去检查 要买什么样子的电影票 那么之后呢 看完了之后 你的六根呢 都一切接接受了所有的讯息之后 你准备下决定 各位同学 因为这是一个很难的 也是因为那个 有居士啊 就是说响应 就是说我们对各种 移倡那一个不杀生 助使健康的生活 其实它也是一个怎么说 很环保的 现在有那么多的那个 现在我们那个 气候变得 发生那么大的变 对比如说气候非常异常 主要是因为吃肉来 我想同学都知道 生产一半肉 要付出很大的 那种环保再生 都不用多说了 那今天呢 很多事物对我来一次 我希望大家可以借这份感觉 那上回请同学回去那个 诶实践一下那个 呃 残作 残作话之前 要有一个健康的饮食 调生调性调性 所以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那饮食对人的那个 身体的影响是很大 身体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哦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吃吃看 这家素食餐厅 他很这个 他怎么说 是一个很发心的居士 他提供的免费来 大家赶快来领一下 每一排他一个代表来 有总共 他这一套是有 一个餐盒 一个汤 还有一个一份那个炸的 还有一个一份饮料 赶快来 每一排排个代表来 然后居士都可以嘛 这是赛场居士金 没有感觉 因为有多的 没有拍代表啦 每一排对去前面那个 对对的 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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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人家整个都蓝群的感觉 赶快把它发出 那大家就一面吃 一面吃 对那不来的 你不用打地方叫他来的 这些 我知道现在奇末岗 很多同学都很辛苦 可能在感触 也感到处备考试 所以吃素食可以得到 那你自己解析 不然 那你就一面吃 一面听 吃过这个 讲课 一个餐盒 一个炸物 一个汤 一份饮料 这种都 量子 好 我继续 你吃你的 牛耳朵听也可以 这个十二因缘 就是从 前一个因生下一个果 这个果 又造成了下一个果的因 所以果当下就是什么 就是因 然后又产生了下一个果 那么人生呢 乃至于一面 也会有这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的果报 就是流转 乃至于人生 为什么会来投胎 也是这样子的十二因缘 那我们现在呢 就两个要综合起来讲 那让你一边一边看著 你就会知道 首先呢 我刚刚讲 不是说你看电影吗 你看电影 你从你想要看 你没有理由啊 你只想要享受一下 或者好奇啊 都任何理由 那这个呢 是没有稳定感 也是基于一个自我感的 所以我们都通称他叫做无名 因为他没有理由嘛 他只是一个自我完成而已 所以他叫无名 那这个无名呢 注意 无名会形成行 是因为你让他成为一个目标 诸位啊 并且这个目标呢 形成了你愿意为他去动作 这种念头就一直行 那么如果就三四十二因缘来说 三四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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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无名缘形 是过去的因 过去是 我们怎么说呢 人为什么来投胎 就佛教的角度来讲 投胎不是因为上帝 或者只是因为你娘跟你爹行爱做的事 然后精子跟卵子呢 纯粹只是物质上面的结合 不是这样子 诸位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之所以会出现一个生命 如果只是因为卵子跟精子的结合的话 那是物质的 是物质的色 没有了精神 在佛教观念里头 它不会完成一个因缘的 所以 有了精神 才可能完成一个肉体的溜入 换句话说 你之所以会来投胎啊 是的 没有错 是有那个精子跟卵子的结合 这种物质的环境 它其实只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 刚刚讲的圆而已 生的圆 生的圆是这样子 卵子跟精子 是这样喔 然而 诸位 没有一个想要投胎的念头的这样子精神状态 它是不会存在的 包括人工受精也是这样 哪怕是在试管 受精也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进入到这里 这个受精卵 然后并且让它长成什么样子 它呢 西方的医学是把它认定为 那只是基因在造作而已 是的 基因在造作 双胞胎基因 几乎是一模一样 尤其是铜卵双胞胎 几乎是一模一样 可是它人生却完全不同 我就是啊 我就最明显的例子 我的弟弟是我的铜卵双胞胎 然而呢 吃你们的 然而呢 他是牧师啊 我是佛教徒 你看这个 够厉害吧 那谁也没勉强过谁 谁也没说好是怎么样 那就自然变成这样 所以基因一模一样 精神状态完全不同 我跟我那个双胞胎弟弟是最明显 这样了解吗 因此啊 精子跟软子人的生命的存在 这是对诸位这种年龄来讲 是应该要思考 也应该要面对的事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一直以一个医学的角度来看 软跟精子的存在 就是生命的存在 那么那是唯物论者 佛教不是唯物论 佛教也不是唯心论 佛教是心悟一元论 什么是心悟一元论 有这种心 就会有那种悟 悟是由心的反射而来 然而 悟也影响了你的心 心悟是相互影响 没有谁做主 那么这是一个更深的道理 那好 我们如果要了解这样的话 那你就知道 有软子有精子 这只是色 这就是物质 这形成了一个物质面 物质面的圆 这是物质面 那精神面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无名 怎么讲 怎么说 来 有人说 谁知道投胎啊 我也不知道我过去怎么样啊 谁知道 谁知道投胎啊 那怎么会有过去世 怎么会有未来啊 死了我也不知道啊 首先 这都不合逻辑的 死了我也不知道 这句话没有任何一个活人可以讲 没有人死过 对不对 所以 你不能讲这种话 死了 怎么说你不知道呢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什么叫做死了 如果这样讲好不好 如果一个人睡着了 他只剩下很微弱的呼吸 然后呢 甚至于他悶觉了 昏死过去 那三分钟之内 连呼吸心跳都没有了 你要去救他 在这个状态之下 他算不算死了 然后他活回来了啊 对不对 所以 死了的观念呢 是我们一般印象中认为的 肉体不能使用 然后就因此不能听 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来想想看 你梦中 很多人跟我一样戴眼镜 对吧 那你睡觉的时候 没有戴眼镜 应该你没有 请问 你在做梦的时候 看得到吗 你在做梦的时候 需不需要再醒过来 戴上眼镜 继续做梦 你梦中才看得清楚 需不需要这样 不需要 不需要 换句话说 在梦中能看的是你的心 不是用你这个浮在表面上 就要浮成根 用你的眼睛 不是的 OK 那你就了解 你 为什么会有一个精神面 刚刚有一支不错写的 这支 为什么会有精神面 来跟物质的软子跟精子的结合呢 为什么 因为你有继续活下去的念头 就这么简单 诸位 无论你年纪大还是小 身体强壮还是弱 乃至于你得了所谓一般 现在讲的叫做绝症 在佛门里头讲没有绝症 佛门里头讲一切 就只是病而已 他没有认为 他不认为有绝症 那好啦 假设你得的是现在人讲的叫绝症 OK 然后你要死 即使是这样 即使你这个人是想要自杀的人 你也是有求活的想法 所以要自杀要花一份心思 然后才把自己弄死 诸位 自杀在另外一个反应当中是因为 活下去的勇气没有了 它还是一个活的概念 活的勇气没有 所以要放弃那个活 只是这样而已 但是你要知道 为什么你活下去勇气没有 因为你不想面对人生 为什么你又不想面对人生 因为你有一个人生 你才不想面对 你会只取一个人生 反正就要说 自我的执着 即便是自杀的人 他还是自我执着 那这样你就知道 自我的执着使得你想要拥有一个生命 或者即便是想自杀 他想法是reset今生的生命 换一个吧 今天都电脑当机了 与其修理不如算了 换了 重买一台 可能他是这个想法 可能是他不想再开启那个荧幕 看到那难堪的景象 所以算了 我干脆换一台内装的 换一台内容不一样的电脑主机 他的想法是这样 基本上还是只取生命 了解吗 OK 只取生命 你在今生只取生命 请问你有哪一秒钟停止过 说 啊 现在在吃饭 现在 算了 死了我也无妨 因为我正在吃饭 我吃到死都可以 没有吧 OK 睡觉的时候呢 睡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了 所以我那时候放弃生命 有吗 你在睡觉的时候 如果遇到 梦到了鬼 梦到了有人要杀你 你不是跑的要命吗 你不是下的要死吗 如果 正在梦中有一把刀子捅进你 然后你醒过来 下醒过来 你会怎么说 你会说 还好啊 那是梦 没被杀死 换句话说 在梦中 不但能见能看 而且 也是还有自我存活的想法 我要这样说 是什么意思 让你证明一件事 人想要活下去这个念头 是从活着的那一刹那 有自我意识那一刹那开始 一直到你死掉的前一刹那 这当中无论是你失恋了 成功了 失败了 快乐了 睡着了 闷觉了 昏了 或者是嗨到不行了 都在 都潜伏着 自我想存活的念头 懂吗 懂吗 就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既然存在着 它没有谁教你 它就存在着 然后我请问你 会不会因为时间跟空间的改变 你这个念头消失 你从来没消失过 你也无法消失它 这就像 你无法剥掉你身上的皮一样 佛经上有一句话 他说这种存活的自我感 想要活下去的自我感 有些句话讲得非常好喔 来 我写一下 用别的颜色写 你会比较有印象 注意听 有四个字 哎呦 这没水啊 拿用蓝色试试看 你想要活下去的这种念头 如油入面 你今天吃的不是面 面不是那个面条的面 面粉 你把一坨油倒进面粉里 揉它两下之后 请问再把油拿出来 拿得出来吗 拿不出来 你想活下去的念头 跟你生命交参在一起的感觉 是如油入面 我告诉你啊 爱情成可贵啊 自由价更高啊 若未活命故 两者皆可抛 命都死了 有没有啊 有那个罗密欧朱利耶 那个彼此殉情的 其实彼此殉情是 彼此之间来走同样一条路 那这种路 当然了 那是他的选择 那基本上 这种特例 我们还是一样可以谈 那是因为 他无法面对分离的生命 所以他放弃了什么 用这种方式存活的想法 不等于他放弃活 他是放弃了 他讨厌的那种活的方法 其实基本上 那还是如油入面的 有自我感 这种自我感使得你什么 使得你的一生 要完成的事太多了 完成爱 完成地位 完成理想 完成一切你想要 还有完成你的享受 等等等等 这些想法 才真正的如油入面 这样子的想法 使得你无法剥离一个 失去生命的事实 失去生命是什么 不能动 没感觉 没知觉 不能够随你的念头 而操作念头所想要 比如说吃 比如说跟人家做朋友 比如说与人相爱 这都要有个身体 对吧 但是呢 你生命当中 不会有 这些东西 没有一天满足过 它叫做如油入面 因此你会 死亡的前一刹那 都还在需求这个东西 这叫自我感 死亡前 都还这样 没有一刹那停止过 你观察你自己 对不对 睡梦中 现在 生气的时候 及痛苦的时候 这种自我爱的感觉 完成自我的感觉 从来没停过 那这种念头 会不会在你死掉的前一刹那停止呢 也没有 所以 人在面对死亡 其实他是不舍 极为不舍 所以因此很多宗教 告诉你有另外的世界 让你舍掉这个不好的 到更OK的 这是很善巧的说法 也是事实 然而 这也是转换你的需求而已 并不是你放弃活下去的念头 你还是会投胎 对吧 所以 这就是 这就是凡夫生命 有了自我感之后 自我感被我擦掉了 有了自我感之后 自我的执着 是说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所以 你在死亡的前一刹那 你仍然想要再次的拥有生命 这种念头 注意听 这种念头 叫五母 会推动着你去投胎 行 这个投胎的行为呢 使得你的意识 使得你的意识 去找一个可以伸张你念头的对象 这就是 精子跟软子的结合 因此 你看 是 进入了明色 明跟色 精神状态进来 有了色质状态 就是受精软 你就来投胎了 看到没有 这一投胎之后啊 你身上带着密码 什么密码 你上一辈子所做的密码 你上一辈子的想法 最强烈的想法 那些密码呢 叫做什么 叫做 你的过去式的夜音 好 新的名词 夜音 什么叫夜 什麼叫夜 夜就是 你曾经操作过 你想过 你说过 你在过去的生命当中 所思所做所想 这些 这些呢 都是由型来完成 那就叫夜音 这些夜音 带在你的意识当中 带进来 到受精软那里去 他就投胎 投胎之后 这些夜音呢 会教你去哪一种受精软那里 这就是我们讲的 你会轮回 杨教授 我们杨主任 一直跟你讲说 吃素吧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用 你满足自我的想法 去宰杀一只 也一样很爱护自己 很害怕死亡的动物 没有哪一只动物 是因为上帝造的 所以他又伸长脖子给你杀的 没有 你再怎么说 它是桌上的一餐菜 那是你人类的解释 就一只被你杀的动物来讲 他无法接受 也无法坦然的面对 命被你夺取的这个事实 所以他恐惧 我看 我想杨教授 已经给你们看太多内容了 你看看 所以说夜音是怎么样 夜音常常是基于你内在的无名跟自私 你对其他的动物所造的某些行为 或者对其他人所造的某些行为 我明远行 这些行为在你内心当中形成了一种记忆 就好像电脑走过的壁流痕迹 哪怕你删除 删除也是被覆盖而已 它是找得回来的 对不对 现在有很多删除软体 删除软体都会把你的已经删除了 做计算 做计算 再计算 做覆盖 做覆盖 N次 然后希望你的东西不会丢掉 但是人家造得出那种机器 就会反算的回来 就这么简单 所以走过了必留下痕迹 OK 这就是事 这种事有一个最大的推动力 还是无名在推动的 推动你 想要再拥有一个可以伸张动作欲望的生命 这就是因此带着你去投胎 但对不起 你不能选择 上帝也不能选择 为什么 我说 当一个石头掉下来的时候 如果没有外力去影响它 如果没有外力去影响它 它掉下来那一刹那 该让地上有多大的洞 已经它本身就决定 它的重量多少 高度多少 掉在地上多大的洞就决定 诸位了解吗 你带着意识 你带着意识 你以为你能选择吗 死亡 就好像那离开你手上的铁石头 原始 你种的那个石头一样掉下来 这个时候呢 除非有人 而且你也愿意被它导引 而除非有人 即时的在这49天当中 帮你导引 就人来讲 人是要用49天 其他动物有的更短 可能就7天 人49天 最高限额配额 99%的人 在这49天之内 7个7 7个7天之内 你呢 会随着你的意识 去找到 它自己会带着你找 上帝插不了手 你的念头也插不了手 去找到一定的受精卵 对不起 我只讲受精卵 我可没讲谁的受精卵 我没讲人的 也可能是狗 也可能是猪 更可能是牛 搞不好是鱼 不知道 这就是你的事 决定 你的事再去决定 决定找什么受精卵 这就是佛教常常讲的轮回观念 人死不一定为人 人死也没有一了百了 人死永远带着意识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死 病死 自杀死 带着意识 这些会就像 离开你手上的石头一样 它会走向它一定的重量 一定的轨迹 谁也帮不了你 这就是不因为无论 所以 诸位 为什么 杨教授 这么样用心的来劝诸位说 吃吃素吧 除了健康 除了环保以外 其实是生命内在结构改变的问题 有同学写的问题卷子 教授拿来给我看 他说好奇怪 我感觉周边磁场改变了 废话 你再也不吃狗肉了走进狗堆里 狗不会对你恐惧了 你再也不吃鱼了 那鱼看到你不会害怕你 那是一定的感觉 你不想偷它的东西 偷它的命 它就不会防范你 你周边那个怨气不会那么重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你看怨气 怨气不用谁加给你 你想想看 你的教授有时候进教室 第一眼你就看出来 今天乖一点别惹他 你知道搞不好 刚刚跟老婆吵架才来上课 你都会感受得到 为什么你感受得到 气 一股感觉 OK 知道了吗 所以这就是过去的无名原型 过去的夜音 形成了今生的四 明色六路 什么叫六路 你有了什么的受精卵 你就会长出什么样的四肢 跟外观 对吧 比如说 如果不小心你投的是狗胎 对不起 你是四条腿 没有手 嘴巴长长 鼻子尖尖 对吧 那如果六路还是有啊 狗也是有眼耳鼻舌生意啊 有啊 对不对 那人呢 一样的是受精卵 但是呢 在美国的受精卵 美国人长得像这样 所以 因为四 进入了不同的明色 就或者说 形成了不同的明色 应该这样讲了 形成了不同的明跟色 色是不一样的受精卵 明是不一样的精神状态 所以 它展出了一个它特有的 叫做限量版 唯一限量版的六路 长相 牛胎马覆去 世界轮回 各种众生轮回去 就在这里 你如果要改变 必须从夜音改变 形成不同的事 你就能够好的六路 所以各位同学 吃素就是一个最好的改变 你已经舍离了 剥夺他人生命的想法 不要管说 是不是猪胃太多 是不是机会太多 我告诉你 人也没有吃人啊 人太多了 难道你就要去吃人吗 你不会因为说 哎呦 我不吃猪的话 猪太多了 不养就没事了吗 结渣不就没事了吗 猪会这样了解吗 所以那都不是理由 理由在这里 真正核心的理由是这个 当然环保的 健康的 好的人际关系的 或者比较自在的身心的 这也都是 但是佛教里头讲根本是这个 这个之后就产生好的六路 六路之后会怎么样 什么眼睛看什么东西嘛 你看喔 狗眼看人低 什么意思啊 因为狗的视角比较扁 所以真的把人都看得比较矮 第二 狗呢 没有彩色的眼睛 它只有灰阶之眼 它灰阶 灰 黑 白 它只有这些色 灰阶 几阶我是不知道 它是灰灰的 很灰 有点灰 有点黑 有点白 这样子 它没有青黄刺白啦 这种色 这就是六路不同啊 那会有六醋不同 六路原醋 来了 六路原醋 各种接触 这就是醋 原六醋 眼睛 眼睛 触什么 触 有形色的东西 耳朵触什么 触什么 触什么 接触什么 接触声音声波 对不对 然后舌头触味道 身体触触觉 抚摸 这种角度 然后 心念触什么 心念触什么 触概念 对不对 心念也会触 对不对 心念 我跟你讲话不是用心念吗 那你就有醋 所以六路原六醋 六醋之后呢 六醋之后有感受 对 六路原六醋 六醋原醋 来了 来了 这都是十二因缘 一样有六醋 但真正其实只有三醋 其实真正只有三醋 六醋是说眼睛看个别的 眼睛看色 耳朵听声音 其实它听出来的结果 只有三种 哪三种 来 看 来喔 看喔 错了 苦受 乐受 不苦不乐受 这只有三种受 有没有看到 好 这是六 你的人生就在这里一直在演化 从这里投胎 从这里开始有意识 意识不可以停止的 我刚讲 你一定会来投胎 找精子跟软子 然后你过去所期望的一切 所作为 作为你的基础 叫做明 那找到的精 有缘的受精软 名为色 这个时候你在胎中有六路 长出六根巨竹 之后呢 出了胎之后开始六醋 接触外界 外界之后 你一定开始有感受 你的生命就从这里开始精彩了 很爽 不爽 也不很爽 也不很不爽 就叫做 不苦不乐或苦或乐 你的人生就在这里出现 也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从小想玩 因为乐 可是呢 玩得很战战兢兢 因为妈妈会骂 因为苦 那么呢 好了 没事了 玩完了 也不想再玩了 娘也不用再骂了 这个时候夯夯的坐在那里 叫不苦不乐 不苦不乐 久了之后 又想要找乐子了 又去想办法 再去乐 然后乐久了之后呢 人家又在骂了 或者乐了也很累了 那又苦了 苦了之后再想法子 不苦不乐 缓一缓 然后再来再乐 再苦 哇 你的人生就在这里 想方设法地做 不同的时间 做不同的事 小时候的话 玩电动玩具 玩纸牌 玩什么样子的小动物 小宠物 渐渐长大了 玩什么 玩友谊 再长大一点 玩爱情 然后再长大一点 玩钱 其实都在找乐子 都在乐苦乐 不苦不乐 苦 都是色 看到没有 都是色 都是瘦 有没有 瘦 六路延六处 六处延六处 寿源爱 什么叫爱 爱取着 爱取着 感受有了之后 你一定爱什么 爱乐 不爱苦 对不对 勉强偶尔接受一下 不苦不乐 这就是你的人生 有没有 所以一直操作 一直操作 即便是你活得不快乐 你是用不快乐的方法 在安顿你自己 所以你一直活得不快乐 你相信 你一直执着 某一种你喜爱的方式 结果那个方式 都是让你不快乐 就是跟你说 明明你就可以不要这样过日子 为什么你要这样过 因为你爱这样 你直取 所以爱是一种直取 又回过头来 刚刚讲了 自我执着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里头形成了一个爱 爱之后呢 爱之后呢 爱是红色的 我从红色开始写 你就知道了 有它特别意义 爱 就取 又来了 这三个字 爱取有 跟刚刚 其实这两个也要这样写 爱取有 爱 感受 只是感受 苦乐 是你内心的一个 被动的感觉 反射动作 这叫做 受 可是呢 可是呢 当你开始有爱了的时候 就不同了 有爱的时候是 你自己 对对象 产生了执着 所以叫做爱 有没有 爱很容易嘛 一个对象 一个人 前 物 明 世间 三种东西你爱而已 所以佛门里头讲啊 天底下各种人 只有三个人 哪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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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写一下 哎呀 真是 只有三种人 看到吗 OK 没有蓝色 這次黑的看可不可以 三種人 這就是你愛的 沒別的 名利情 情不一定是愛情喔 包括自我情 名 是什麼 名聲 對吧 情 是感情 對吧 感情還包括自我的完成 理想 是一種情 談理想 理念理想都可以了 無論你的理想是什麼 做畫家 做舞蹈家 做科學家 做總統 做政治家 做大企業家 都一樣 我以後好賺錢 幫助人 什麼 這都是一種情 對不對 自我抉擇 然後跟自我說好的一個目標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 那跟我愛你 讓我照顧你一輩子吧 其實是一樣的 這是你對一個人的理想 跟對自己的理想這樣差別而已 所以他都是情 對不對 名是什麼 名很重要 楊教授要不是教授 我也沒得進來 對不對 那是名 那利是什麼 利就是自己 主觀獲益的 常常主指的是指物質方面的 懂嗎 偶爾也是因為得名之利也可以 利是一回事 名是一回事 有時候不是得名之利喔 像我所知道的楊教授 他是一直不想做戲主任的 他沒有要求這個利 但名來了 是這樣 名丟不掉 OK 那譬如是這樣 所以說利跟名是分開的 OK 人生三個是你愛的 對不對 包括國父孫中山也是這樣而已啊 他才完成這個而已啊 所以 在佛教來說 這些如果你不認清 其實你長相不一樣 成就不一樣 但十二人姻緣的輪迴都一樣 都一樣 OK 愛 愛之後就怎麼樣 為愛走天涯 名為曲 不錯啊 去努力嘛 為他而努力 名為曲 來了嘛 一定的嘛 這是你的人生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啊 啊 取了之後就怎麼樣 有成果了 無論滿足或不滿足 一定有成果 比如說 愛他 就要告訴他 然後就告訴他了 他說 你想的美 門都沒有 那還是有成果啦 怎麼樣 你不用再對他浪費時間 趕快轉位子 是不是都有成果 有 有是指有業 有了comma 又有了這個 注意看 無明行是過去的有 過去的有業 推動了你今生的意識 來找到相應的受精卵 帶著這樣的意識進去 形成了你的長相 或人或畜生 因此長出六路 六路出胎 形成六處 六處之後一定有感受 感受之後 感受無非三受 苦樂不苦不樂 這三種受 形成了你的愛灼 又回到愛灼來 這一愛灼之後就 操作行動 你看看到沒有 操作行動 這是過去式的 這是今式 操作行動 操作行動之後 就又有了業因 有 又有了業因 這支決定放棄 又有了業因 這又是業因 業因之後呢 你看 愛 無明言行 不是 受緣愛 愛緣曲曲緣有 有 有 就會生下一次 生了之後呢 對不起 你下一次的生命又老了 老 最後 一定是病啦 你要加上去也可以啦 病 死 死 或者幽悲苦惱 老 無明言行 行言四 事緣名色 無明言行 行言四 事緣名色 名色緣六路 六路緣處處緣 瘦瘦緣愛 愛緣曲曲緣有 有緣生生緣老 老緣 不是 緣生生緣老 老緣死 幽悲苦惱 就來了 病也可以再加進去 這是同一件 老就是病 死 憂悲苦惱 為什麼憂悲苦惱 因為你又要 又要失去一世的生命 沒有理由 你也停不住 一切的功成名就 都結束了 戲台子現在你演 等一下我下來的是 另外一個老師上來演 對不對 你也是 再怎麼放不下的舞台 再怎麼莊嚴的舞台 最終你都得因為生完了之後老 老了之後病死 憂悲苦惱 就來了 你如果沒有放下 為什麼你憂 因為你會失去你憂 為什麼你憂 因為你再也不能擁有它 而且不照你的理想完成 那麼它就憂悲苦惱 憂悲苦惱 完成我的人生的理想 那這樣就好了啊 我也娶 我也有了功名 那這樣不就好了嗎 那生是必然 死就來吧 大家不都死嗎 那死 死就死了啊 死是一刹那而已啊 會多苦呢 苦是苦別人又不苦我 我死也不知道 這大概有一些人是這樣講的 OK喔 佛教並不是說 這種苦是這麼樣表面的 它的意思是 它的意思是這樣 它的意思是說 本質上這個無名 你沒有離開 你在成就的所謂 你說得上來的好 說得上來的情 名利 或者理想 這些呢 都不足以真正成為理想 因為它的直擊 你的理想 其實也是幫助別人完成無名而已啊 你比如說 幫助大家擁有一個手機更好 所以你要努力爆竿 然後一直去研發 新的好手機功能 然後還得要想要怎麼行銷 然後無非就是 幫老闆或幫你這家公司 完成了想賺錢的事情 然後你覺得 你這樣叫功成名就 沒錯喔 因為它賺錢也會分給你 分給你之後 你也覺得 你過的日子相對比別人好 所以你會覺得你有利 然後人家看你生活好 你又有好心聽過這種課 願意拿一點錢幫助別人 因此你又有好名 然後呢 本質上你在公司裡頭呢 很有程度 很有成就 你有情 也就是有理想 你的兒女呢 看起來也蠻孝順的 這也是 很有理想 名利情 通通有 這樣不是可以嗎 那佛教為什麼要我們 還要再修什麼 是的 還要再修這個 修掉無語 只是這樣 他告訴你這些 並不意味著 你立刻就要斬斷 立刻就要出輪迴 搞不好在這裡頭當中 你才能夠因為有愛有取 有取有有 你才能夠成就這些 對別人的幫助啊 對不對 我們承認 佛教也承認 佛教只有一種人不承認 小秤人不承認 小秤人說喔 我要死了 我如果還有這 我就不知道 有一天我會遇到什麼人 我如果不知道 我要遇到什麼人 我怎麼死的 我就不知道 所以比較安全 我快來出來 趕快出來 我怎麼死的 我都不知道 我先出來再說 他就不想再輪迴 這樣懂嗎 這是小秤人 大秤人 只是告訴你這些訊息 那告訴你要在哪裡 解決問題 在這裡 受之後的愛 減低 愛減低是什麼意思 接受說被你愛的人跟事 還有你內心裡頭所謂認知的理想 要與你的自私無名越遠越好 比如說你愛一個人 如果你這樣想 我這麼愛你 你都沒有相應的這樣的感情對待我 你到底什麼意思 如果你是被人家說這種話的人 你一定要這樣想 唉唷 那他要的是什麼感情的相應 就是要我承諾是吧 現在我還不能耶 那你會怎麼選擇 我走 我走 我不能承諾了 那我就走 或者我跟他拖 注意 當他有 時間到了 當他有了自我的時候 當你也有了自我感 這麼強烈的時候 那個愛取有就會傷害人 那我作為簡單的結論 大乘人叫你減低這個愛的自私 因此就減低了一定程度的無名 因此在完成你人生的取跟有的時候呢 他的理想性就更加的是利他 而不是利己 當有了這種利他的想法的時候 他就會形成很好的業因 這種好的業因 就會讓你沉著很好的 能夠找到感應到相當OK的軟跟精子 也就是做人 這樣的人又能即便還帶著無名 你的形式明色 六路就會相對的優秀 你在這一再的輪迴當中 一再的減低無名 透過減低無名來幫助別人 然後來成就自己也成就別人 這就是大乘佛法講十二因緣的意義 他沒有叫你立刻斷 他叫你要在過程當中一次一次的減低自己的無名 透過減低與別人的相處過程當中去利益他人 是無私的利益他人 你就會將會有更好更高層次的生命狀態 一次一次的訓練一次一次的增長 那這就叫做佛教的十二因緣修行觀 懂這個道理你就不會對人生只是自私只是執著 懂這個道理你知道你今天的人生如果不是很好 感受不是很好都是有原因的 你就不會怨天尤人 這就是佛教給你的一種很光明很積極的人生態度 我們要進入這事兒 好 我們這次 這最後一次聽書上課了 師父那個真的是百貓中改 還是大法師 來自那個有鼓鼓鼓鼓 沒有求學生 你看有沒有發一次那個什麼 那個化波單給大家也都沒有 其實師父那個是很缺錢 看建設道長 那也同樣沒有 也沒有說好 鼓吹大家去那個什麼 去規矣來幹嘛的 因為佛教不是這樣的 所以呢 我想大家來這邊 這也是一個很難的機會 同學在網路上 亂那個什麼 搜尋一些資料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這是一個就是說 強調正規的佛教概念 然後呢 我們要那個什麼 一切相信專家 一切相信 就是說權威 相信專家 那這網路亂掉了 那我 這個我想是這個緣起 也是一個結束 一個開始 希望大家 雖然這個課結束 我們下禮拜做一次上課 然後呢 那個如果說 以後還有那個 UK 薩浦師父的Facebook 跟他網路 我們的連接在空中見面 所以我們只對一碗 那一碗 謝謝廣告